今天开始也是正式进入了农历七月 基于传统习俗要祭拜好兄弟购买拜拜常用的祭品 就成为量饭业者及超市的销售主力党旗之一 建一大清草就有业者搬出了Cuso的西洋鬼 在捷运站前发报纸 果然是让不少上班族吓得花容失色 站在捷运站门口发报纸 看似正常 不过你发现了吗 今天的派报员好像哪里不一样 无论是戴着面具手拿武器的杀人魔杰森 还是披头散发的女鬼真子 一大清早出现在捷运站跟着发报纸 恐怖指数还是报表 不过mangana这其实是超市中元节的广告新噱头 本来不会想要去拿这个 就是会突然想要去说跟他接触一下这样 弄了什么却女幽魂这类的 就是比较中式的鬼 那真的太稀释了 这一道的一些反应就是觉得说 今年的曾子变得很可爱 因为发福了 然后这个人间的这个消费者 对曾子还蛮蛮友善的 超市半鬼快闪宣告活动开打 另一头晾饭业者 同样打出哭塞版好兄弟 预告中原档旗 还提前鬼门开前一天 就推延长营业到凌晨两点 甚至在鬼门开首两日 打出满两千就回馈一城优惠 另一家业者也寄出大包装家庭号 这张满两千送四百五十元 刺激买期 礼拜天又是假日可能又多 所以对我来讲应该是 也不是很方便啦 所以就平日干脆买买一班 是 四千盏普通宫灯同时点亮 宣告正式进入农历七月 传统拜拜习俗 成为量分业者销售主力 卖场摩春擦掌 祭出卡哇伊好兄弟 换来业绩成长 有点TV谢运信 曾经有李佩萱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